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鐘 那老王到底有幾分鐘呢 小編 今天我在講一模一樣的台詞 那真的是我們顯得我們很老 我們很老派 Oldschool 一樣的slogan你要用多久 用了三四個月還在用 而且我們禮拜二有跟所有的觀眾 徵求留言嘛 希望大家提供我們新的slogan 我跟你講喔 那個留言的數量喔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爆炸性 爆復性的留言 就在這個禮拜二發生了 留言灌爆灌滿啦 幹嘛 大家全師全勇 把所有的留言 然後那種好的slogan 都集中在這一卷裡面 各位觀眾 你知道我跟小編兩個 我們想一整個下午 想半天還是 歡迎你親自來體驗看看 有沒有押韻 觀眾很厲害耶 而且大家的股票都不好好認真學 想一些有的沒的 晚上都在想slogan 來你們知道 留言有多少嗎 來來來來 小編拿著 各位觀眾你看喔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這麼長這麼長 你以為沒了嗎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OK好小編來放手 這麼長阿 滿滿都是 滿滿的留言阿 全部都slogan阿 我是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厲害 各位觀眾 我就知道為什麼你股票完不好了 因為 你們有空都在想這個 我們現在練幾個啦 以後就可以這樣 老王不止三分鐘 幫你掌握趨勢 好輕鬆 這感覺不錯喔 不錯不錯 還有一個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鐘 不僅讓你股市觀念樣樣通 還讓你賺錢賺到 幾碗公 唉唷 這個不錯耶 台語的喔 還有喔 還有喔 還有這個 老王不止三分鐘 小編失戀 一場通 什麼 怎麼會這樣 大家都知道你在失戀 還有一個 這個我寫不太行 我覺得這個 我有點不爽 這個 他寫 老王不止三分鐘 長得超像張立東 哈哈哈哈 這個 這留言是誰 東的這麼多 你偏偏要張立東 你也可以這樣啊 老王不止三分鐘 長得超像徐立東 欸 徐立東 嘿嘿嘿 長得好像陳曉東 也可以嘛 對不對 喔 老王不止三分鐘 鄰居之道 幾分 哈哈哈哈 我老朋友在看 我老朋友在看 這樣 這樣真的不行 好不好 好啦 反正就這麼多啦 以後我們的開場 再次我們在這裡 認真感謝 感謝你所有有提供的 這些觀眾朋友 下次 我們就一個一個 我覺得這樣子我們可以用 大概 100集以上嘛 就每次換新的slogan 所以 在這裡跟大家講喔 從下一集開始 你不會再聽到 請你親自來體驗看看了 如果再聽到親自來體驗看看 說在短期之內 然後 我就叫小編出來 爆打他 哈哈哈哈 好啦 來看看 今天第一個問題 好董哥那我問問你喔 馬斯克說未來的AI很可怕 甚至會侵略人類 董哥你覺得呢 未來的AI 你說馬斯克 因為馬斯克前幾天 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他認為未來的AI的演變非常恐怖喔 非常變態喔 他變得比人類還強喔 甚至可能還侵略人類 小朋友我問你 你覺得 電腦比較厲害還是人腦 應該還是人腦比較厲害 人腦比較厲害 為什麼 你覺得啦 這沒套 你真的覺得人腦比較厲害 對啊 因為是人腦發明電腦 人腦發明電腦 可是電腦會不會反噬人腦 好 各位觀眾 來來來來 QA一下 你覺得 你覺得人腦比較強的打加1 人腦加加1 電腦比較強的打加2 好不好 人腦加1 電腦加2 我們看右邊 大家刷起來刷起來 大家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小編你是覺得人腦比較厲害 觀眾一半一半 那我個人還是覺得人腦比較厲害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人有溫度 人有溫度 那電腦呢 雖然他的運算比我們還強 他的設計非常周到 但電腦能不能排除一些 臨時性或他預料不到的事情 就電腦說他可能要限制在一個框架裡面 他去質詢他的運算 可能會比人類還強 但如果是超越框架外面的事情 我個人倒是認為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還是有我們存在的價值 剛才小編說他很重要 我們是我們人類去發明電腦的 所以電腦的框架是我們給他的 但當超出框架是 也許人腦就會表現比較厲害了 所以當然這是我個人看法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像馬斯克 馬斯克他就說來看最新 馬斯克說什麼 他說 DeepMind 是他未來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關於AI 就是說AI的眼界 DeepMind是什麼 DeepMind這個專業名詞 他就是Google發展的 在投資在研發的一個 這個所謂AI智能的系統 那DeepMind有多少 你知道嗎 這是他經過的專訪 多強 DeepMind他可以成功預測 蛋白質的3D模型 我不是生技專家 所以我這個沒辦法跟你講太多 你要我講多 我也講不了那麼多 我們應該請個生物學家過來 當然不是 所以這個DeepMind 就說這個模型很複雜 他可以成功預測 這代表他非常厲害 甚至比人腦還厲害 不只是這樣 他在生技上面有很大的突破 在電競上面 我們以前聽過那個 那個叫什麼 AlphaGo AlphaGo是不是下圍棋 是不是電腦戰勝了人腦 現在一樣 Google這個研發 DeepMind 他還用在電競 電腦的遊戲當中 10比1擊敗了 新海爭霸2的電競角色 電腦跟人腦 不只在圍棋 電動遊戲也會贏 電動遊戲牽的到一件事情 牽的到手速 手的速度 手速 我們常常說金手指 手的速度 就這樣按滑鼠 小編你1秒幾下 100下 100下 聽說我自己沒測 但我的速度大概是兩三百下以上 我素有普惠金手指支撐 各位看我點滑鼠這樣 不要說 這個節目還沒12點 我們是正常的 我們剛才是很正常在講這件事 下單的手速 對 因為老王操作很短線 下單的滑鼠手速也要很快 這個電競遊戲手速是不是也要很快 手速 就是滑鼠移來移去的速度 你看 DeepMind AI 也可以幹掉我們的電競選手 Google他就解釋了 為什麼電競選手會被幹掉 為什麼 AI的電競這麼厲害 很簡單 因為這個AI的模組 他是從這麼多的AI的模組裡面 互相的PK 互相的PK PK 到最後 出現一個佼佼者 所以 小朋友懂這個意思嗎 這個AI 就是裡面這麼多相殺出來 最後一個最強的AI 最強AI 再拿出來打這個電競選手 來比這個電競 所以獲得最後冠軍 所以 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你說AI強不強 AI強強在於 你可以設計他不同的模組 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 可能有些敏捷度比較高 有些思考力比較大 然後把他丟到一個裡面 一個群體裡面 互相廝殺 拚完的那一個 就是最優秀的AI 代表他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獲勝 你聽懂我意思 所以這樣看起來 AI的確是蠻強 他說 AlphaStar是最強的AI 就這一群裡面 抓出來最強的AI 然後再來跟這個電競選手對抗 所以講到這裡你會覺得 AI 會不會是未來一個 世界潮流大局勢 小飛顯然是會 各位觀眾顯然是會 即便你 不去承認說AI越來越厲害 你不承認AI可以幹掉人 但是AI在某些程度 只要你給予像這樣子一個 刺激 一個訓練 不斷透過電腦程式 模擬的訓練 他終究會演化出一個 非常強大的AI 大家想到這邊是不是要投資 就是AI的公司嗎 目前大概全世界 AI一百大的 這個新創公司 有這麼多家 一千一百大 那這麼多密密麻麻 我們給它加以統計 前一百大的話 其實有超過65家 是來自於什麼 美國的公司 然後加拿大 UK 這個 加拿大就加拿大 然後這個英國 都是蠻多家 中國的話大概有六家 所以你可以發現下面都是一家 所以你可以發現 所謂的這個 世界競爭力前百大 這個AI的新創公司 美國 是不是賺最多的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要投資 所謂的AI產業 AI新創公司 請問 哪個地方的股票比較有機會 哪個地方的個股比較有機會 當然就在USA 就在美國 大家聽聽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說美國在發展這個AI 是不予以利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這個Google的定賣 它是不是也是那個 就是Google 是不是也是美國公司 對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定賣 之前是一個英國的AI智能的公司 開發AI的公司 然後呢 在2014年被Google收購 馬斯克早在他被收購之前 早就有投資了這家定賣的公司 所以聽了聽清楚 所以他有沒有投資定賣 有喔 那他現在等於他是一個股東 他出來告訴大家 他認為這個東西很危險 他認為這個東西未來會幹掉人類 所以 有人說我們外面的人 假設我們沒投資他 我們看的MUSA 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有多厲害 可是他是一個大股東 他是他懂他的運作的人 反而他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怕會取代人類 馬斯克多厲害 他研發那個火星啊 對不對 翻出去月球 然後火箭桶還可以掉下來 回到原地 對不對 然後還有開發什麼 把特斯拉送到外太空 所以馬斯克是很強的 他過去你談論過的事情 一一都在他身上實現 所以他現在告訴大家 AI未來會很恐怖 甚至可能超越人類 我覺得各位觀眾 可以好好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們趕快回來 回來這個事情 我們剛才講到這邊美國了 回來 就說到底 那既然馬斯克說 AI有可能超越人工智慧 超越人的智慧 人的 超越人的智慧 那請問各位 現在坊間是不是很多人的AI選股 有沒有 程式軟體選股 AI幫你選股 那我想問大家 問各位聊天室 你們覺得AI選股 會不會比人好厲害 AI選股就是輸入條件 他會自動幫你選股 我跟大家講 有一種 現在市面上 現在美國有一個ETF 就是由AI去幫大家挑選的ETF 那你覺得這樣ETF的成績成效 會不會擊敗其他的ETF 小編你覺得呢 應該有機會 各位觀眾你覺得會不會 多數人會覺得會 因為電腦會被偷刀 對不對 被偷刀 那電腦來兼高票 他考慮面向很多 他怎麼可能輸給這個 所謂的這個大盤 輸給一般的ETF 不會吧 電腦很強啊 那這個問題可以解答 我們一開始問大家的問題 來 這張圖是比較條 我先做出來比較條 NDS是NASDA100指數 那SNP500指數 就等於是美股的大盤 等於台股的大盤 這樣去看待 AIEQ 這是一檔ETF 看名字就知道 AI的EQ 這就是由AI自動去選股 踢除選入成績股的ETF 你先懂我意思 是有AI自去挑選個股 列入他的ETF成分股 這是從今年 我們看這邊從三月 三月以來股災的表現 請問哪一個漲最多 是這個NASDA100指數嗎 對不對 NASDA100指數漲那麼多 AIEQ這檔ETF才漲多少 才12.75% 那你再看到 SNP500指數 SNP500指數 抬在這裡 跟他的差距大概 -7.65% 我發現這邊7.65% 這邊12.75% 兩個才差大概5%左右 也就是說 AI的選股出來的ETF 贏過大盤指數也才多少 5% 那如果你去買什麼所謂先鋒的 這個SNP500指數相關的ETF 對不對 那其實你也不會輸給電腦選的ETF 那更何況這邊有一段 六月份有一段 SNP500指數還超越這個AIEQ的ETF的股價表現 所以你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 AI真的有比較好嗎 沒有 這個NASDA100指數跟他的這個差距 遠遠差了快30% 這個是32.98% 大家看到嗎 好那再看這邊 這邊就算在股災以前 你有沒有看到橘色這一條是搖領先 然後呢 藍色跟綠色這邊幾乎是一直打平 然後互有領先有沒有 換言之啦 AI選的股票的ETF 也沒有比大盤高明到哪 你不如直接買SNP500的ETF 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沒有解答到大家一點問題 大家有個錯 因為老王的節目很喜歡做這個扭轉大家思考的事情 就好像我們之前有做過一集 市值高 本益比很高的公司 難道就不值得投資嗎 你是錯的吧 反正本益比越高公司 越值得你投資 因為他漲得越快 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來跟顛覆大家想法 AI選股有沒有比較厲害 沒有比較厲害喔 各位觀眾 沒有比較厲害 所以不要在那邊騙了 不要在那邊說 AI選股 我電腦的智慧贏過你能力 人工智慧 錯 小編那你知道為什麼這AI的選股 會遠遠落後這個NASDA100指數嗎 不知道 很簡單 我跟你講 因為在股票的過程當中 他跟電競不一樣 他跟圍棋不一樣 電競跟圍棋都有他一定的遊戲規則 有沒有 就剛才講 他有個框架 框住你的 邏輯寫在裡面 可是股票市場不一樣 我請問大家 你能預料到川普什麼時候講什麼話嗎 不能 你能預料到金小晃什麼時候打飛彈嗎 不行 你能預料到什麼時候 會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結束嗎 完全不行 這就原本超出於框架了 對於電腦來說 對於AI智慧來說 就有他的障礙 那聽得清楚 好 那這一個是AIEQ 這是他的AIEQ 由電腦去選出來的 由AI智慧去選出來的ETF 那有一種AI的ETF 是怎樣 這個是電腦去選的嗎 有一種ETF是 ETF本身收納了很多 是人工去選的 但是他挑選了很多 有相關AI公司產業的公司 你聽得懂的意思 各位觀眾 就是ETF兩種 一種就是AI去挑選股票的ETF 一種就是這個ETF 收納相關AI的公司 比如說晶片的公司 工具機的公司 有跟AI大數據公司有關係的 把收納進來 這種叫成分股的ETF 例如我們常見的5G ETF 類似這種的 好 那你覺得誰會 誰的績銷比較好 就是我是AI去選的ETF 比較好 還是我去投資那些AI公司的ETF 表現比較好 那是投資AI公司的ETF 比較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答案在這個地方 欸 就三月份股災到目前為止 其實 伯仲之間 這個ROBO ROBO它就是 這個紅色部分 ROBO AI EQ 我們剛才談過 AI 電腦去選股的ETF 那這個ROBO 看名字就知道 他投資相關機器人產業的ETF 投資一些AI機器人產業的ETF 在這個地方就ROBO 其實都黏住差不多 有時候還會超越這個AI EQ 那再看看過去 過去這一段生 的確在股災以前的話 AI EQ就大概是 微乎一個小幅度的領先 但是偶爾也會有超越情況 我們簡單來講 沒有很明顯的拉開距離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投資 AI的產業 AI產業的個股 AI產業的ETF 其實你不管是投資 用AI去選股的ETF 還是投資ETF相關 有投資AI公司的 報酬率不會差多少 大家清楚 以上 這兩檔ETF 就給大家做個參考 給你未來 如果你要認同馬斯克 未來這個AI產業 是一路往上的話 那也許你可以多多做留意 那提供你一個思考 那道瓊真的被你假裝 短線轉落一度大跌400多件 可是拉了一根長長的腳 會反彈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道瓊指數 我們不用放VCR了 大家清楚 我們那時候就說 跌破了五日跟十日均線 就短線轉落 那什麼叫短線轉落 所以我們說 但是越均線是一個波段支撐 越均線是波段支撐 跌破五日均線就是短線轉落 我們在這邊做區間震盪 區間震盪 你能記得做多嗎 你能記得做多嗎 不行 因為我說短線轉落 我一直提醒大家 一定要等到 站上五日跟十日均線上來 才會短線翻多 我說多投資資你還注意 所以在這個地方 昨天 一個下來 就中錯了 昨天為什麼會跌 因為這個 美國第二季GDP 大幅摔退39% 其實這個 還算可以預料 但是比專家預期還大一點 就是說 因為疫情的衝擊 第二季GDP 大幅摔退 其實德國也是 歐美的GDP都大幅摔退 所以市場就反映這件事情 一度大跌400% 那如果你剛才那是基本面的原因 如果從技術面的原因 來探討這件事情 昨天不是開低跌破越均線 那我們學技術分析的 會出現什麼事 我常講的四個字 集體共識 集體共識 大家都知道越均線是長期的支撐 一跌破會怎樣 趕快把手上多彈丟出來 要轉落 就一路造成了擊殺 當然後來 因為美國科技股的一些財報都還不錯 然後科技股開始止跌往上 Nashataka甚至翻紅上漲 奈動了道琼也收了長下隱線 所以 然後這個地方 我只想告訴大家 當你只要跌破五日跟十日均線短落的時候 這根長黑會不會殺到你 不會吧 本來就不用急著做多 你應該等到站回去這所有均線 才是一個多方的表態 剛才小編問 下隱線出來還不會繼續反彈 如果我們單就一根K棒 下隱線 未來隔一天反彈機率本來就很大 這個是一個統計學 大概有八成以上隔天會反彈 問題是反彈上來呢 這才重點 到底這是底還是中繼 跌上去又要再下來 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是長期的均線 我們把右十日均線加上來 這個跌破越均線之後 如果一直沒辦法站回去 沒辦法站回去所有短期均線 你可以發現 接下來有機會就是往基均線去灌 但是叫基均線喔 過去從這個五月底以來喔 基均線有碰過嗎 沒有 沒有碰到過對不對 那目前扣底值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地方 在這麼角角 各位 那邊是高 還是這邊是高 那邊是高 那邊是高 這邊是低嘛 扣底在幾乎的最低值 那所以這一條基均線有沒有支撐 是有支撐喔 也就是說 真的萬一都反彈不上去 萬一不幸殺下來到基均線的時候 你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基均線會提供支撐 提供支撐的定義在於 即便它跌破 都還有機會反彈 在這邊它不容易 它不容易這樣 砂砂砂爆 你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邊多少會有點反彈 好 那就是長線的角度 可是我們回到短線來說 昨天是先那裡的一個 長的下影線 那長的下影線 Щ它怎麼看 一樣 我們這邊有個三本柱 交過很多次喔 大量的高點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疊 撤撤之之後 往下疊 我們就要期待它 能夠重新站為 這三本柱的大量上面 這才代表回到了區間 所以如果他反彈上去一直站不回這個大量的區間高點那該怎麼辦 小編應該怎麼辦 代表他就還是回到這個區間來 站不上去就不會來到這邊 如果站不上去一直在這個地方 這個代表這邊這個大的區間就是他未來活動的範圍 這樣清楚了 那活動範圍下緣在哪邊 一樣再把專本柱的這兩個再拿出來 這個之前我們就交過了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重要支撐 所以有沒有符合我剛才講的 來我們再回頭看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我剛才講什麼 我剛才說寄軍線扣底在最低值對不對 相對低值 所以那邊會有支撐 有支撐就代表他可以容許短暫跌破 那再回過頭來看 重要的大量支撐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地方大概2萬5左右 大概在這邊 寄軍線是不是比較方便 所以萬一寄軍線跌破的話 死了嗎 還沒 因為我剛才說可以容許短暫跌破 所以我們最差可以容許他跌到這個大量的支撐 這樣聽到好不好 他都還是在一個區間的賣動 這個很像我們上禮拜講 那納斯達克跌破越近線 你不要急著砍 因為前面有前低 這道理是一樣的 然後前面的這個大量的低點支撐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這邊是一個大區間 只是說啦各位觀眾 萬一站不上去 跌下來這一段這一段 小編 那千多點一兩千點 你承受得住嗎 承受不住 沒當的嘛對不對 承不住嘛 所以該避開還是要小心啦 那接下來我們看更短線囉 反彈上去什麼時候可以翻多嘛 就是說如果你反彈一直站不回去 三條均線 當然就沒有翻多嘛 你還是要小心 反彈上來可能還在下 那什麼時候可以翻多 我們就要看更近囉 更近在這個地方 這邊是不是短期出現一個大量 短期大量 這個大概在7月21號 如果沒記錯應該7月21號大量 這個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換一條線 好OK 那清楚了 這個線是不是在所有三條均線之上 也就是說今天道琼如果反彈可以站上這個大量高點 那就代表他是5日10日20日全部站上了 那就是一個標準的什麼形態 三兩開泰 而且站上大量 站上大量 又三條開泰 那我跟你講 他就很容易去往上挑戰 這兩個前波的高點 甚至在往上創新高 都會非常有機會 所以關鍵的轉捩點在這個地方 OK 多方知識就注意了 多方知識就注意了 關鍵道琼轉槍位置 就在這個大量的高點位置 OK 我想這個這樣解釋是非常清楚的 好董哥 高通 蘋果 公布的財報都非常出色 納斯達克有機會過高嗎 昨天道琼是重挫 盤中 就算收盤也跌200多天 對 昨天一度是跌400多 那你來看一下納斯達 納斯達是這樣 那廢半呢 等一下看廢半是已經創新高 我們差很多 主要原因就在以為 我們說這個禮拜 上禮拜我們就說這個禮拜是財報密集公布周馬 每股的嘛 那我們看到高通 財報很好 盤後大漲12% 所以造就 昨天這個拉動昨天美國科技股 那 蘋果 今天早上凌晨剛公布的財報 也很好 盤後也漲了5% 所以看到 還是延續我們今年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的主軸嘛 還記得前兩個禮拜我們講說什麼 今年 也不是前兩個禮拜 可能前一兩個月我們都這樣講 今年的股市就是有科技股股帶動嘛 我們說兩季嘛 生季跟科技嘛 那生季 之前經過修正 這兩天再反彈了 那科技 就是一個長線的大主流 今年一個大主流 所以 今年的科技股指數不管怎麼看 都比這種道琼還強 我就跟你講一件事情就好 波音是不是公布財報 獲利是不是 是不是虧損嘛 是不是大幅虧損超過大家預期 超過大家預期嘛 那不只波音啊 其他相關傳產的財報也不是很好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嘛 那你 包括人員股 財報也不好 所以你要道琼怎麼漲嘛 所以 只能期待科技股的臨漲 然後帶動道琼的反彈 你聽得懂意思齁 那 還好一件事就是台股是跟道琼走 還是跟科技股指數走 科技股 講過多次我們說台股就跟科技股指數走 所以 還OK 所以為什麼台股今天還算強 因為 我們是跟著科技股在走嘛 好 那接下來看NASDA了 NASDA我們上次已經講過就不再講了嘛 跌波音訊線之後 然後這個前滴 前滴守住嘛 所以形成一個區間 我們說守住之後就會慢慢往上 來挑戰這個區間上緣喔 這區間最簡單的脈動嘛 區間高點就是往下打 往下打 區間低點就是會往上跑 就是這麼簡單 操作區間 就這麼簡單 高賣低賣 等到突破之後 順勢做操作 我想大家把這個做個筆記 區間的操作就這麼簡單 高賣 低賣 突破之後 順勢操作 那現在你看短線的三條均線 五日十日二十日有沒有糾結在一起 有 是不是連續站上兩天了 站穩喔 所以應該 應該 除非一根長黑灌破之三條均線 不然就有機會 會慢慢往上去跑 因為已經站穩兩天了嘛 但是站穩跑上來之後 你要不要過度興奮 不要 因為前面高點壓力在這嘛 對 上一次你到這邊你過度興奮 跑越最高了 死了 啊我在這邊有提醒 我們不用看VCR 我在這邊提醒 你小心啦 要站上這個高點才會真的噴出啊 啊我提醒 殺下來 一樣道理 接下來請大家注意 這個地方要怎樣 要能夠長紅站上像廢伴這樣 就漂亮了有沒有 直接突破了有沒有 那廢伴是不是 這邊跌破我們說要看前滴 守住之後再往上 是不是守住越去線好幾天 然後就往上噴出 那納斯達克現在守住兩天了嘛 所以往上漲的機會是有的 OK 重點來囉 廢伴既然突破就不能再短期 這一兩天就立刻怎樣 殺跟長黑喔 不然就會形成假突破 假突破就會來怎樣 震破敵 就會從這裡殺到這裡 怕恐怖 那你就要看著 目前有沒有發生 沒有 技術派就是你不要預設 不要每次一突破就在那邊喊說 欸這個 你知道我有的小粉絲很可愛喔 這個上次台股一噴出喔 他就跟我說 老王哥 現在是不是會不會假突破 我就跟你講 我們都在那邊發生嘛 我們技術派就是不預設任何行情 你等發生了 再來說那是假突破 我覺得那比較OK 不然你看台股現在不是 後來不是 台股不是這禮拜 禮拜一路往上噴嗎 對啊 那是真正的突破了嘛 一樣道理 你現在既然沒有回跌 你就不要預設他的假突破 他就有機會 沿著五日軍線持續上攻 這樣清楚喔 欸董哥 那國際原油我今天可以問了吧 因為殺過三條軍線了 有變動就能問 沒變動再問就是暴打一頓 就這麼簡單 終於 國際原油出現了變動 昨天盤中一度跌了2%多 3%多嘛 大跌啦 大跌的原因很簡單 這個 我們用技術面來解就好了 灌破三條轉期軍線 有眼鏡的人都會看 都會知道老王講 全世界 全球的投資人 都知道 要看三條軍線 所以當他跌破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怎樣 哇 完了 轉弱了 這是全世界的共識 所以這叫集體共識 集體共識 全世界 就跟黃金噴出是集體共識一樣 這是集體共識 我們力量很大 因為YouTube是一個國際的媒體喔 搞不好真的有 好 而且跌破三條軍線之後 所有人都在做賣出也好 停利也好 停水也好 全部人都一起賣出 就一路煞煞煞煞煞了 聽清楚喔 那今天呢 小小反彈 問題是 站回三條軍線有沒有 還沒 跌破三條軍線喔 所以短線就是變成什麼形態 三生無奈 三生無奈對不對 那三生無奈代表就是 短線進入一個 弱勢修正了 所以沒有看到他 站回三條軍線以前 就怎樣要不要心急妄動 不用心急妄動 好那我們跟大家講齁 這邊我們有跟大家講過 如果他可以封閉 前面前面前面那個空方缺口 如果可以封閉的話 就能往上漲 後來都收了上引線沒有封閉嘛 沒有封閉就不用講了嘛 只要等他封閉 原油就會噴出 但既然沒封閉 他還往下灌破三條軍線 這個時候你該怎麼看 當然就小心一點喔 你等他站回三條軍線 再來挑戰一次嘛 OK 那我們再看 昨天會中錯還有一個阻音 主要你把這邊的低點 給他簡單做個連線 簡單連線喔 你會發現 這不就是一個長期的上升趨勢線嗎 那昨天等於是 灌破了長期上升趨勢線喔 所以才一度也是一樣 集體共識的停損賣壓 集體共識的賣壓 賣出來了 所以短線原油要轉強 第一個條件就站回三條巨線嘛 再來就是重回這個 上升趨勢線嘛 因為我們教過喔 上升趨勢線如果跌破 輕一點的話會怎樣 橫盤 橫盤 然後慢慢墊高 慢慢墊高 也許有機會還在創高 那就慢慢墊高 慘一點的話會怎樣 就是往下修正了嘛 所以要注意 那修正去往往那邊修正 再給他畫一條線 昨天在這邊能夠拉一個下影線出來 從這個技術面來看 因為來到前滴的附近嘛 是不是教過很多次前滴有支撐 所以這個地方會形成一個短線支撐 大概就在這個區間做震盪 大概就在區間做這樣 那如果把前滴這邊跌破的話 就再撤這邊的前滴 然後再撤這邊前滴 這樣清楚喔 這是對於國際原油的看法 所以多頭知識對於國際原油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小心一點喔 李董哥 那黃金怎麼看 你說什麼 黃金 我說沒有波動 沒有變化 就不要問 我們一集要做60分鐘 你問一題就5分鐘 那多出來的時候 我們梅里剪接師 就會COWBOY BA啊 COWBA 考北 不要亂問 好了好了好了 各位 黃金就來在噴出啊 所以看哪條線 五日巨線 有沒有跌 沒跌破就怎樣 黃金就好好抱擾你的黃金嘛 就這樣嘛 你家裡有黃金的就不要亂賣嘛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下一題 好董哥 大家要不問一個問題喔 印度政二的問題 唉唷 不是要接台股對不對 是 先來問印度對不對 這兩天好像震大很大 印度政二就像是我們的粉絲嗎 C-H-E-U-E-L 你還記得喔 C-H-E-L 他說要幫我拉100個訂閱 如果你有聽到 你印度政二 我們那時候 為什麼要框這個籃框 就那時候印度政二我們在解的時候 後面都沒發生 只有這裡 我們在這個附近解的 就大概在這裡 現在噴成這樣 老王幫你解了印度政二 印度政二噴出去了 你有沒有幫我拉到100個訂閱 因為他自己留言 有一個粉絲很可愛 他自己幫我留言 他說他要幫我抓100個訂閱 沒錯 要不要增加剪接師的負擔 剪接師 把那個留言key在這 Q他的留言在這 把我key在這 就這位朋友的留言 好不好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抓到100個 應該有 不過我覺得他很棒 他是我的粉絲喔 他有說他認真幫我們找 我就再關心你一下 剛好聊到你 一路政二怎麼看 當什麼在這裡 我們大家怎麼跟大家講的 有些有些人忘了 我們來看一下VCR 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講過了 我們不能對非特地人 告訴他們哪個價位 但是我們可以跟你講一個趨勢 你簡單來看 這一條咖啡是叫什麼 60日均線 簡單來講寄均線 我們寄均線 生命線 長線來說 這個股市的多空 或是個股的多空 那是不是從這邊就站上寄均線了 其實你有看我前面好幾集直播 你就知道了 像美股也是 港股也是 陸股也是 都站上寄均線 生命線就活了過來 波段就翻多 所以他這邊站上去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因為這邊 這邊只有兩條線 可是你再加了兩條就變四條 那其實早就是一個什麼 四海猶龍 所以我們就翻多 然後就大張之後 拉回這個回撤 我們說 長線的支撐看基均線 那中期的支撐看什麼 越均線 就跟非半也是看越均線 台股也是越均線 那道琼也是越均線 所以你看越均線 它是不是順利的守住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印度股市 就是我們做印度的這個ETF 政二ETF 它其實過去的慣性支撐都是越均線 所以簡單講 如果回撚都可以守住越均線的話 那其實中期的這個多方趨勢還是持續往上 那一定要灌破基均線之後才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修正 回撚也好 橫盤也好 長線的支撐就在這個基均線支撐 我們是說印度的短期的支撐 去看哪一條 越均線支撐 波段的支撐 波段的支撐是看越均線嗎 剛才VCR有看到 你看它是不是震盪回檔 震盪回檔 都守住這個什麼 越均線有跌破嗎 沒有 它就一路這樣漲 從多少錢 那時候講在這邊十幾塊 17塊 漲到22塊 這代表是印度的股市經驗非常強勁 那印度為什麼那麼強 很簡單 國際很多大公司 就紛紛都跑到印度去設廠了 因為疫情衝擊 很多人就是像這個蘋果 就準備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把在中國的一些產能移到印度去 這個最明顯的例子 這個在印度的富士康都被傳出來 要開始生產所謂的iPhone 11了 所以這個當然就造成印度 因為很多外資去投資 所以印度的股市最近非常的強勁 你要特別注意它非常強 但是呢 波段我們知道還是看月均線 波段還是看月均線支撐 但是短線 剛才小編說有震盪喔 什麼震盪 你會發現這邊 這個禮拜三 往上跳高對不對 往上跳高 出現一個多方缺口 今天 是往下跳喔 這左缺右口行是什麼 導賺反轉 所以如果就短線來看 印度股市 這是用ETF來看 因為台灣人比較相關是ETF 會稍嫌弱勢喔 你聽懂喔 它可能就要再度來測試這個波段的月均線支撐 那就看能不能守住 可以守住 就再走一波 不能守住 可能就會比較大幅的修正 可是至少短線 倒撞反轉的出現 除非它趕快把這個缺口管給封閉 不然短線要震盪 要短線的橫盤 是難以避免的 我想這個 跟大家做一個清楚 我們算是這樣 有頭有尾啦 再送給我那位粉絲 因為我猜他可能會想問 那這樣有沒有佛 你說有沒有佛 沒有人問 我自己加碼 哈哈哈哈 來 下一個問題 繼續問喔 董哥回到台股 長黑的壓力好像不容易突破耶 好 回到台股來看 這個長黑壓力 拜託 這個3400多億 對不對 用腳踏手也知道 好突破嗎 不好突破 不好突破 很難突破 那3400多億的大量 我們就告訴大家 高檔爆大量是 雄多吉少 但是有個彈數喔 我一直講的彈數 什麼彈數 我們禮拜二告訴大家 大量低點如果可以守住 那就是算還OK喔 他就不會崩盤喔 他就不會大跌啦 他會怎樣 他會形成在黑K裡面的區間震大嗎 所以我想問小編一件事情就好 我想問各位觀眾一件事情喔 你現在要解大盤喔 你根本不用看什麼均線 缺口都不用看 你只要看一個事情 給大家看 看什麼事情 下禮拜你要觀察他 或這幾天你看一個事情 四個字 各位觀眾四個字 我知道小編遲窮了 大量低點 清楚喔 看台股就看大量低點就好 他如果跌過大量低點 我跟你講不用玩了 要下去了 要大幅的回大量 當然我不是說幾千點 沒有 就是比如說再跌個 兩三百點這樣也可以 或四五百點 類似這種的 聽得懂齁 就是脫離這個高檔 就可能要在這邊做震盪 那如果可以守住大量低點呢 就區間震盪 對 這個禮拜二我們好像有講過 這個之前是爆出兩千七百億 我們當時也告訴大家 高檔爆大量喔 要注意喔 會怎樣 輕一點就橫盤 重一點要回檔 關鍵是看大量低點 這個大量低點 後來不是一直守住 那大量高點有過嗎 也沒過 就形成一個 區間震盪 然後這邊是不是突破大量的高點 那我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說 突破了 集中市場股票你可以做多了 有沒有 然後這時候我就說 剛才那個 我前面有講到那個可愛的粉絲 我就說是不是假突破嘛 我就說不是假突破 突破就突破了 你看人家回檔是不是守住這個區間上緣 對 然後不是這禮拜就大噴出嗎 所以一樣道理 什麼時候台股可以再大噴出 站上那個大量高點 大量高點過了嘛 短期比較遠嘛 所以你要不要過度興奮 不用嘛 所以我們上禮拜二 不是禮拜二 就提醒大家 這個可能短線要震盪 加上OTC櫃買市場 禮拜二的時候還沒有很強 我們就提醒大家 先保持空手 等他震盪一下 觀察一下這個大量低點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我禮拜二看到這個大量低點的時候 我能知道禮拜三到底要不要點破嗎 不知道 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當然是先保守一點啊 保守 我不是叫你去放空喔 對不對 我沒有叫大家去放空喔 很多觀眾都留言說 老王你為什麼這幾天不去放空 這一天去放空你賺得到錢嗎 這裡兩天貴買市場不是反彈嗎 對 但你賺到錢嗎 所以就是大盤跌破大量低點了沒有 還沒 都還沒轉落為什麼要去放空 你聽懂我意思嗎 這一天這一天 這一天 禮拜三的收盤 有沒有守住大量低點 有 有嘛 所以這兩天就反彈 今天再跌下去 其實都還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簡單 聽大家 下禮拜觀察重點就是 台股的大量低點 守住 就持續在區間震盪喔 maybe 震盪震盪往上來挑戰也是有機會的 也是有機會 因為都還在區間嘛 可是沒有突破的情況下 你都不用太過積極啦 這是關於大盤指數的看法 那我在這裡呢 特別加深大家印象 這個老王有註冊的這個slogan 什麼slogan 這高檔爆大量 再提醒大家一次 高檔爆大量是什麼 什麼 雙多吉少 這裡寫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 低檔爆大量 品級太來 最近有個節目喔 曾國城的節目 就是那個丁正 丁錯字你知道嗎 各位觀眾 請問這個小編 這個哪一個字錯了 雙 我不知道這個你拿 一個人齁 會把東西寫在這上面齁 就很自然而然打錯字 就讓他腦筋在想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是自動選字 慣用字 我猜在自動選字 就你常常打到這個字 所以有時候 Apple的手機也是 他不是用那種慣用字嗎 你打什麼慣用字 那就常常出現嘛 所以你常常打兇 各位啊 人家啊 來來來這一定要處罰 小編 你沒事 公司的電腦一直打兇幹嘛 臉胸機啊 噢噢 臉胸機是不是 okok那 低檔爆大量請問哪幾個字錯 來小編哪個字錯 筆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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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其他字錯 筆 筆也錯了 筆 還有沒有其他字錯 你中文造語不太好耶 好啦 公布答案 應該是 胸多吉少 這個胸好嗎 那 筆吉太來 好不好 所以他講一次 爆大爆量胸多吉少 低腳爆大量筆吉太來 那判斷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刀長爆大量的低點不要破 那就勉強可以撐住 就是橫盤去區間 那你就不用太緊張 不要一直急著去放空 因為人家手速大量低點 那 第一檔如果爆大量 就看 那個第一檔大量低點不能手速 手速就有機會做反彈 這很清楚 那這以後再介紹 我們今天主要講的就是高檔爆大量的情況 所以大家記得 下禮拜來觀察重點 你記得那天禮拜二嗎 你不是說什麼 老王 你說高檔爆大量胸多吉少 那萬一隔天會不會噴出去 你還記得嗎 小編 我不是說如果有本事這樣噴出去 過高 我今天就來加法處罰 有過嗎 沒有 今天還下跌58點 就漲昨天一天 這天跌50幾點 昨天漲100多點 今天跌50幾點 幾乎就橫在這裡 所以我不是告訴你 爆了大量之後 就要冷靜休息一下 有沒有印證 有嘛 所以還是要尊重老王的老智慧 叫什麼 高檔爆大量 不是這個 高檔爆大量 凶多吉少 但是有機會 跨凶危急 就是把大量高點給突破 這是非常清楚的 小哥 既然合影打開 點名了 那下周中小行股 可以搶反彈了嗎 可不可以搶反彈了 因為我們這禮拜 禮拜二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上禮拜 我們先請我們的會員 降低持股到三成以下 我們在直播也告訴大家 要降低三成持股 中小行股的部分 後來禮拜一禮拜二 中小行股 殺身濃濃 那早盤蹭著大獎的時候 我們就請我們的會員 怎樣 這個把持股降低到空手 在禮拜二的時候 那我們在禮拜二晚上直播 也這樣告訴各位觀眾 這個是我們目前 所以我們就從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老王都是維持一個 老王的會員 都是維持一個空手的狀態 那空手狀態呢 你從這個指數部分來看 這一天 這個長黑隔天跌了50點 昨天漲100多點 今天又跌50點 指數大概就橫著嘛 沒什麼變化 那OTC這個貴買市場部分有反彈 為什麼有反彈 剛才這個小編提到了 因為合一 對不對 合一禮拜三打開跌停了 然後就升級股就開始動了 好 那雖然就會手上跌停 但是 禮拜四 大概今天連續兩天 都是跳空漲停的 我們過去講過多次了 小朋友我們那句台詞 貴買要看什麼 合一 來來來來來 這很欠揍 貴買要看什麼 再一次 升級醫院 對 貴買看升級 升級看什麼 合一 所以你說貴買看合一 也是對的啦 只是列過中間那塊 那就是A等於B B又等於C 各位觀眾A等於B B等於C 這邏輯課 我們以前上課的時候 我中文系的 我有修邏輯課 中文系要修邏輯 不然你那個詞 那個作文寫下來 不能看 我爸爸生了一個小孩子 然後隔壁的阿姨也生了一個小孩子 所以我爸爸的小孩子 跟隔壁的阿姨的小孩子 是同一個小孩子 三個像嗎 不是 邏輯不對 我爸爸跟阿姨 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們有關係 好 待機就大隻阿 那就要是 那就要是 A跟B 這很亂 不是這樣 我意思是邏輯 所以你要直接說 貴買看合一也是OK 因為我們過去 連續兩次的直播 都有這樣交過大家了 我們是兩次都拿了 合一典聽版的 所以貴買就一直被出貨 中小群五被出貨 出貨 可是這就不一樣了 從禮拜三開始 合一打開典聽 禮拜四禮拜五 合一都手上漲停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生計股就要反彈了 我們這節目講很多次了 生計要反彈 就看合一 合一 如果能夠反彈就能救貴買 來看我們的VCR 貴買就要看合一 我剛才給會員的 我們禮拜日的分析也提醒大家 要觀察合一 你什麼都不用看 各位觀眾 你聽我的 你是一般觀眾你也聽我的 你接下來盤試什麼都不用看 看一檔股票 叫合一 所以我上次就講了 我不會去數落那些買合一的人 完全不會 上禮拜一強反彈我也不會數落你 因為大家都會賠錢 那很正常 只是我要告訴大家 合一 他之所以重要 就是他如果不打開典聽 他如果不反彈 大家就會很難過 中小行為就不會漲 就很清楚嗎 都有講過 所以這禮拜貴買的反彈 主要就是合一打開典聽 是不是 這不就是印證了老王 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講了兩個禮拜 貴買就一直跌下來 貴買要怎樣才能止跌 看合一 合一來囉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 我們剛才講 如果你這禮拜我們就是 三天空手了 指數是沒得動 貴買有反彈 那你說 貴買有反彈 我跟大家講 你知道反彈是哪些股票嗎 就是剛才那個生技股 生技股是不是 這幾天都在暴跌 請問你手上有生技股嗎 沒有 如果你是我的鐵粉 你是我的會員 當然沒有生技股 你專心看老王的節目 你知道生技股早就轉弱了 你當然沒有生技股 但是如果你是散戶去買 你沒筆有 那我就假設 你是老王鐵粉 你就絕對不會有人用跌身的股票嗎 因為你早就停損了嗎 所以生技股你不會有 所以這三天的反彈 本來就不甘臉事 因為你本來就沒有 所以對你來說 你空手也還是OK的啊 那你說 中小型電子股有大漲嗎 一些大跌的股票有大漲嗎 就之前大跌的 像旺宏 就公布財報就反彈嘛 那一些股票跌很深 像艾普也有反彈啊 問你是這些股票早就破線了嗎 跌破月均線 跌破季運線 你可能早就砍了啊 所以它反彈跟你也沒關係啊 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禮拜這三天的盤勢 都在漲一些跌身反彈的股票 這是主要一大類 還有第二大類 就是強者很強的股票 例如我們IC宅版 就是很強的股票 那很強的股票 我們早就告訴大家 我也這樣提醒會員 我說我們初心空手 但是你手上如果有很強勢的股票 創新高的股票 要沿著什麼線 五日均線報了 我說這些股票 就不在空手的行列了 所以基本上 整個電子股的時候要動起來 好像還沒有 那下週就是個關鍵 那我提醒大家 我們下週要觀察動點 就看這張貴買指數 如果可以 突破十日均線 今天已經突破了 但是要站穩 我們說觀察一天 禮拜一來看看 因為還有個週末 你不用急著在週末前去買完股票 你知道嗎 很危險 週末有什麼變數 很難講 你的禮拜一回來 如果還可以手穩 五日跟十日均線 那我告訴大家 我們就可以 結束我們的空手 我們可以提高稍微 提高一點持股 三層以下 就跟這一段三層以下一樣 進場 強強反彈 搶哪裡的反彈 從這個地方 到這一段 到月均線的反彈 小朋友這樣清楚 就這一段 那這一段空間有很大嗎 其實不大 有點小 所以手腳慢的你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進去搶 那如果你可以去搶的話 也要記得怎樣 快進快出 關鍵在於 他什麼時候可以突破月均線 因為我們過去交很多次 我們上禮拜 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黑黑 我們是提醒大家 我們說貴買 站回月均線失敗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反彈結束 未來還要再往下 果然就一路大跌往下了 當然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加法伺候一下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們判斷對 這個地方我是也判斷對 我們說跌破月均線 也不要殺低 因為月均線翻壓往上 絕對會反彈 也反彈 所以這裡叫大家避開 降低持股水位 到三層以下 也往下跌 那這裡我們看錯了 怎麼看錯了 我們看這一張 我們當時提醒大家 因為這根黑K 這根黑K 跌破前低 所以我們說有可能要來怎樣 往下灌破 一個1比1等幅測距 你不要說不可能 也許夜均線反彈上不去 我們再講一次 夜均線 月均線就是波段的壓力 這邊反彈上去 如果沒辦法突破 你要小心還是會再下來 一定要把月均線突破 我們才可以怎樣 積極操作中小型 你聽得懂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這邊的反彈而已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道歉 我們短線還是看錯 因為短線我是認為 破了前低之後會怎樣 直接殺下去進行線 可惜他先反彈了 那這個短線的反彈 說實在我沒掌握到 其實原因很簡單 我怎麼會知道 合一什麼時候打開跌停 對不對 但是我提醒大家 櫃買的子跌的訊號 你要看合一 我有交代大家自己去觀察 但當初我是預設會來這邊 所以這個 來小編 看錯就看錯 我們看對那麼多 看錯一兩次沒關係 來 謝謝 這樣 謝謝 感動 感恩 反正 我一天 一個直播扁了小片三四次 讓你扁一下 看錯 小小的看錯不是重點嗎 對 你也沒損失啊 沒有 我有叫大家去放空嗎 沒有 很多 粉絲或會員問我說 老王 這個當初櫃買這邊轉模 你怎麼不叫大家去放空呢 不是啊 大坎指數跌破了大量低點了沒有 還沒 都還沒放空 為什麼要去放空 你這幾天去放空 不就被嘎了嗎 沒錯 只是叫你空手 空手而已 少個一二三 就三天空手而已 拜託 你就算不空手啦 小編你想一下 各位觀眾我問你們 你這三天就算不空手 你自己跑去買股票 你有賺嗎 沒有 有些人還被套喔 這三天自己去買還被套喔 這三天中小型股 電子股沒有全面大漲嘛 就零星個股而已嘛 有的開高還走低嘛 我再講一個例子 台郡 除選席喔 當天 今天除選席 當天直接點停板 找盤直接點停板 你還是賠錢啊 所以你要等到貴買市場 這個真的可以搶盤 就下禮拜 看看能不能站穩 五日跟十日這個短期均線 但是我還是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越均線一定要突破 才能真正放安心去買中小型股 不然就三成以下水位 強強反彈就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直過不了 這邊是不是沒過去 是不是殺下來 這再沒過去 搞不好還是會來測試寄訓線喔 到時候如果又滿足這個等幅測距 你就被我打回來 哈哈哈哈 開玩笑 開玩笑 這個行情有規劃 但重點在重應變 所以你要鎖定老王 每個禮拜二 跟禮拜五的直播 千萬不要漏掉任何一集喔 因為隨時有什麼變化 你可能就跟不上喔 聽得懂意思喔 所以我想 貴買植物就這樣清楚的交代給大家 好董哥 那這樣生技股 可以搶還錢了嗎 我們剛才說 如果貴買站上十日跟五日均線 有機會挑戰葉均線嘛 就這麼短喔 也許其他個股 你的中小型股呢 會有讓你反彈去搶的機會 但是 但是重點來了喔 你剛才問喔 生技類股可不可以搶反彈 生技我們就回來看生技 因為合一打開 打開跌停光要漲停了嘛 很多生技股這幾天有反彈啊 但未來到底可不可以繼續搶 來先看這一張 這叫生技醫療指數 也就是上櫃生技指數 我們交過很多次了喔 這個地方我去問大家 這一波大漲到這裡來 是什麼樣關鍵的轉變 讓他殺了這一波 合一連續跌停 什麼關鍵的轉變 當然合一的跌停是一個重要的轉變 第二個重要的轉變 在這一張圖看到 看起來是哪個地方 各位觀眾 給你們思考一下 3秒鐘 1 2 3 很簡單嘛 就在這裡嘛 這裡爆出了一個波段的大量 300億啊 300億的大量在這邊啊 我們當時就提醒大家 你要小心喔 300億的大量低點如果灌破 那就怎樣 回到我剛才那句話嘛 我們剛才大凡師父教了 來 再複習一次 高檔爆大量是怎樣 凶多吉少 那我就說了嘛 這邊是不是高檔爆大量 那低點是不是可能又跌破 來看一下 我們的VCR 有沒有跟大家提醒 好 那漲這麼多 今天有沒有守住五六均線 還可以喔 所以下禮拜合一很重要 合一如果繼續跌 我給你保證 這個五六均線就往下了 因為合一的市值佔的非常大 這個就準備破五六均線 那升級股就會面臨一個比較 你看五六均線跟十四均線 是乖離式比較大 那這個回檔修正就會比較快 比較辛苦啦 那如果你從成交量的角度 哎呦 從這個三月份 就長到這裡 天啊 今天爆了一個三百多億的成交量 我們常說 低檔爆大量 老王的台詞 這老王註冊台詞 低檔爆大量是怎樣 匹吉太來 高檔爆大量是怎樣 凶多奇少 但是有但數啦 如果有本事把大量給我突破 那就沒事 因為代表大量就突破了 沒有壓力了 但多數的股票 大概十檔沒有八檔 高檔爆大量就是 短線可能要進入一個整理 會比較危險的階段 所以今天升級股爆大量 下禮拜觀察動點很重要 今天的低點不能跌破 那今天的高點一定要能突破 雖然它還守住五六均線 但如果今天大量的高點沒有突破 就代表怎樣 那可能還是要整理 只是它沒有大跌 它可能還是要整理 升級個股可能有些就還是要修正 所以今天大量的高低點 請你特別做留意 欸 有嗎 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一波升級的回檔 過去這一波大家知道 老王一直提醒升級指數 沿著十字均線 回檔你就可以做多 這邊殺下我告訴大家 套牢很多了 小心喔 任何支撐都不是支撐 不要碰升級股 那就這樣一路跌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 為什麼現在大盤指數 爆了一個三千四百億的大量 你要稍微謹慎一點 因為就在於這個高檔爆大量 不是包檔 是高檔 高檔 注意注意 那大盤指數還是不是守住地點 所以你要關心下禮拜 我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重點 大盤指數就看大量地點 好 那升級指數你說升級股可不可以搶了 我們看升級指數的部分 櫃馬已經突破十字均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升級上櫃升級指數 突破十字均線了嗎 沒有 那過去這一波一路以來 這個五日均線都沒突破 那我們禮拜二提醒大家 我們說十日均線跟五日均線離得很近 所以要看哪條均線 十日就好了 所以我們再次提醒大家 下禮拜的升級股可不可以搶反彈 不要說搶反彈 我說真的 一般的投資人 你要去玩升級股 你膽量要大一點 因為波動很快 你進出要很快 其實你看其他的中小型股就好 你不要去玩升級股 那我們應該用一個比較OK的說法 就是說 你如果手上持有升級股 你有套牢的 要不要急著賣 我們這樣講比較好嗎 如果升級上跪升級指數 可以突破十字均線 反正你都從天上 你都從天上抱到地獄了 那你就繼續抱 但是我這不是嘲笑各位 各位 我從過去的立場 小編我們都很清楚 剛才VCR有講 我絕對不會數落 你有合一有升級股的人 因為大家出來操作完 操作股票 出來玩難免會賠到錢 但重點是你要怎麼處理 就在這裡 如果下禮拜可以突破十字均線 他就會往月均線來靠近 那這一段數就比較大了 對 這升級股就可能出現一波比較大的反彈 這話記起來 如果可以突破十字均線 升級一類股就會出現比較大的反彈 所以你持有的就不要亂賣 聽懂齁 那萬一十字均線過不去勒 又把五日均線跌破勒 那怎麼辦 代表升級股的反彈又結束了 又像這邊是一日行情兩日行情 這樣大家聽得清楚 相信對你的升級股有一點提醒的作用 那IC設計今天普瑞漲停創新高 IC設計活起來了嗎 IC設計 我覺得大家很好笑 看到一檔高價股漲停或創新高 就高潮了 那個水再給我 我再叫大家噴一噴 不是啊 上次翔說不是漲停 就是大漲 然後創新高 有人會說IC設計是不是活起來了 今天小編你又問我 普瑞漲期創新高 IC設計是不是活起來了 對 我教過很多次嘛 各位觀眾 今天普瑞KY漲停 so what 我們來看一下 你應該要注意這些啊 全部的高價股嘛 是一百多塊以上的高價股 兩百多塊三百多塊四百多塊 一千塊的嘛 紅紅綠綠啊 有全部都是紅的嗎 沒有 紅紅綠綠嘛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格 信華 今天還跌了快五個percent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一檔一檔看 就普瑞KY掌清版嘛 來 我們先看這個第一名的 這叫目前IC設計的股王 享受 享受 過高了沒有 還沒 好像還橫在這 連八顆 八顆 今天開法說 那個公布的數字還不錯 那就看看下禮拜有沒有辦法過高 問你是現在有過高了嗎 還沒 信華 有過高嗎 還沒 都沒有過高 這麼多高價股也沒有過高 剩下你自己去看 這幾檔哪一檔有過高 這個 立望有過高嗎 你們自己看愛卜有過高嗎 也沒有 這麼多沒有過高 所以咧 就一兩檔過高 一兩檔就是跟我上禮拜講的 整個族群 高價股還沒全面回溫 當然就是 還沒有整理結束 還沒有整理結束 就是個股表現 有的股票呢 震盪之後守住月均線 站上月均線 它會噴出嘛 比如說今天IC設計 有一檔叫聯勇 334聯勇 它是不是守住月均線 然後就往上 我們交過很多次了 這種個股分歧 多空分歧的情況 就以月均線 來當作基本的判斷 有站上的多頭 跌破的空頭 就這樣 IC設計一樣 跟我們前幾週 前兩週的定調一樣 還在整理 整個族群還在整理 看到這裡 你有沒有對股票 在這禮拜表現的一種感想 就是說 XX的 他X的 他媽X 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 我那天 我那天是錄那個垃圾盤 很多按讚 點閱率很高 覺得我幫大家出氣 我今天再幫大家出氣 XX的 合一 打開跌停 掌停板 為什麼不是發生在禮拜一禮拜二 偏偏 就鎖到禮拜三 公司才發個重訊 說我們很有療效 然後就直接掌停板 我靠 我沒有幫幫忙 幫幫忙 你早點發 你禮拜一早上趕快發 你發了 合一就掌停板了 大家中小行股就爽歪了 你知道 跪買就不用跌 跪買就沒有這一段了 就沒有這一段了 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這種 滾果票是很累 有時候覺得 心好累 有些人會不會 禮拜二 禮拜一看到大盤大檔 合一還大跌 就把合一給砍掉 更累 那升級類股他也跟著砍掉 結果就噴出去 所以 那IC設計這一檔大檔 然後 偏偏我也買IC設計 偏偏我的IC設計 假設我是買到信華先跌5% 這 就覺得很累 主要就是OTC 貴買上不夠強 個股就很分歧 對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種感想 我要套上一下現在最紅的 小編 你知道現在網路上最紅是什麼嗎 這種感覺就像戀愛 就像愛情的滋味 你知道 像極的愛情 對 像極的愛情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支網路文章 他教大家如何寫詩 你隨便寫一段話 他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隨便寫一段話 現在下了就對了 那 為什麼我沒有買到普瑞 偏偏就買到信華 就一段話 最後加上相極的愛情 然後最後再給他完成 這樣就像一首詩 比如說他舉例 冷氣師傅說這周不會來 下周也不一定 相極的愛情 你是愛上冷氣師傅的事 那該你什麼事啊 下禮拜不來就不來啊 早上晴空萬語 下午卻下期大雨 相極的愛情 類似啦 這是人家寫的 人家寫我們一直講人家 就我們不夠那個 不夠創意 我呢 為了今天直播 特別做了一個 類似這種股票的 相極的愛情的詩 來看看看一下 合一 總是讓人 又愛 其實觀眾很喜歡聽我演講 我們用演講的方式 各位觀眾 演講 新觀眾可能不知道 老觀眾幾個月前就知道 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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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來啊 開始往後 合一 總是讓人 又愛 又恨 恨的是 前兩天 台股大訪 他在那邊 撤後退 愛的是 這兩天 他又幫了 鍾小行谷 自蝶 像 集了愛情 哇 好有感覺 是這首詩 是 這樣有沒有感覺 有 我以前中文系 我常常出來比賽 演講或朗讀比賽 比較改的事情 那叫朗讀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哈哈哈哈 這首詩各位觀眾覺得這樣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話加一好不好 合一 讓人又愛又恨 好不好 可以的話 麻煩聊天室刷起來 加一加一加一 幫我按讚 幫我按讚 我講的是不是很對 大家當然還扯後腿 對 那我告訴你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他也算是 相級的愛情 勇哥 怎樣 我也寫得很少詩 你已經輸到電話裡面 你也會 我也會 你資料送進來 已經送進去了 那些合通 那個 Wi-Fi 你說你也有寫就對了 腳本裡面也有寫就對了 有 確定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小編的風格 我們來看一下 小編的風格 真的你的 對 喔 句點完 對 太有你的風格了 美股 永遠 句點 不會讓我 句點 你知道以前那種心思 就是一定要那種斷句 對 碰一個 或句點 你滿有天分的 美股 永遠不會讓我失望 睡前 大跌 睡醒 大早 這不是講昨天的NASDAQ 還昨天的廢伴 像極了 愛情 喔 你真的很句點王欸 不過我要問你 愛情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應該很有體驗 心有氣息 壞說話 腦王不止三分鐘 小編失戀 一場更歪 一場更歪 哈哈哈哈 OK 好啦 所以聽大家喔 你現在這個禮拜六日 你要寫什麼文章 要做什麼事 要跟人家講話 記得怎樣 像極的愛情 好 來我們下一個問題 好文哥 那文居問下一個問題喔 下週該注意什麼族群啊 像極的愛情 像極的愛情 所以下週就要去找愛情概念狗 那就2108藍地了 哈哈哈哈 欸 不要亂講 下週要注意什麼族群 講下週要注意什麼族群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禮拜二喔 在這個直播 有告訴大家 我們在上禮拜 針對我們的老王投顧的會員 有跟大家點清楚 兩個族群是短線主流 一個什麼 晶圓代工 後來噴翻了嘛 另外一個什麼 埃西載版 禮拜二呢 因為我們會員 已經我先跟他們講了 上禮拜二講了嘛 所以禮拜二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當然我請大家不要追啦 不用追 因為這種盤子不需要追 我也請大家空手 但是我們就看戲 你們就看戲喔 看看老王對於主流族群的掌握 OK 其實這幾天 中小新谷也沒有全面大漲喔 但是有個族群很強喔 就這個族群嘛 星星 今天是不是又大漲 昨天是不是又大漲 這幾天就這樣噴出去 其實從禮拜二啦 台股大跌喔 長黑喔 他都噴出去了 今天有沒有過高 有 我們禮拜二講的時候在哪裡 在這裡而已喔 是不是連長 再來看 藍店 禮拜二在這個地方嘛 這幾天是不是有沒有創高 有 錦碩 禮拜二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都講直播講的喔 有沒有大漲 有 這就是掌握主流族群啊 我請你避開光堅主群 我說他反彈結束了 光堅是不是摔死了 我兩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請你避開生技 避開愛西設計 是不是全部回廊修正 對 這由老王對主流族群的掌握啦 所以記得鎖定禮拜二 跟禮拜五老王的直播啦 那 還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會員呢 不是來這邊追的 不是這邊追的 也不是禮拜二 這根長紅是他們買的 我們會員呢 請說的是 推薦持股是買在這個地方 推薦的股票是買這個地方 信息呢 買在哪 買在這個地方 這個我都不需要騙人 因為老王直播 很多會員在看喔 我如果賠錢的股票 我們前兩個禮拜有賠錢的股票 我們是不是都講得很乾脆 禮拜二我們也有把我們賠錢的股票拿出來講啊 我沒有什麼好躲 我如果賠錢我就會講 賺錢也是講 就是這樣 看老王的頻道輕輕收縮 沒有什麼不敢講的 因為我們做人就怎樣 誠信 做人就是公開 沒有什麼 就像我們剛才櫃買市場 我原本預題他可以直接摔下去 殺到基因線對不對 後來反彈 我們剛才是不是加法儲後了 是齁 人呢 不是神 看錯或做錯股票正常 重點是你怎麼應變 重點是你能不能 賺多賠少 做到大賺小朋友 我想各位觀眾 要有這樣一個概念 那你看 我們會員信心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大漲 然後這個景碩 推薦持股買在這個地方 也是大漲 所以掌握主流儲群喔 有沒有很重要 有 這禮拜大盤跟貴賣市場很正喔 結果股票你只要選對族群 就大漲 那我們回過頭來 你剛才問說 下禮拜要選什麼 我們跟大家講 下禮拜重點 當然不要再 這個東西大漲囉 不要再追囉 已經噴囉 不要再追囉 我再講過了 免費的頻道 不會推薦任何一檔股票 一檔都不會推薦 我也不會拿出來講 好 那我跟大家講 下禮拜要注意的族群就是 財報 財報 財報在這個 第二季的財報 在八月中旬以前 要全部公佈完畢 重點來了 你要去選 你如果你要買股票去搶反彈的話 請避開 還沒有公佈財報的 小朋友聽得懂 各位聽得懂 避開還沒有公佈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那個 財報 會變成 財報 原本的報是報告的報 現在那個報 會變成什麼 爆炸的爆 爆 爆炸的爆 那你就是財幣了 如果你很喜歡玩那種電腦的 財幣對不對 那就盡量去買 你盡量買 隨時會爆炸 因為很多電子股會有台幣升值的 會損的壓力 你要注意 當然 如果你對基本面很有研究 這家公司營收第二季就表現得非常好 你也看好他的獲利 毛利 盈利 其實你去布局OK的 因為他可能也會有真正 正向的財報 例如說TPK今天是不是漲停板 就是他獲利很好 望虹昨天漲停板對不對 也是獲利公佈很好 那這種地方就屬於你要去研究 如果你是一個不擅長研究基本面 對公司不了解的建議你 下禮拜你要找的股票 找那種已經公佈財報 公佈完的未來兩週 找那種已經公佈完的 你會比較安全 這樣聽得懂 聽得懂我的話 就這麼簡單 下禮拜功課就非常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避開財報的個股 那你有研究的 有研究的 我覺得 如果投信有在買超的股票 投信有在買超的股票 其實你可以在財報前買 為什麼 因為投信他們做的報告很多 研究很多 他們早就幫你研究過這家公司的財報 所以那財報必然會不會太差 就算太差 也會有投信幫你當靠山 所以類似的股票 你還是可以去買 那盡量就選 所以結論來囉 第一個 如果是沒有法人買賣超的股票 盡量避開還沒公佈財報的 那如果 如果你真的有些股票你很喜歡買 那財報還沒公佈 你怕的話 請你去找 有投信再連續買超股票 那會比較安全 這就是下禮拜的功課 我如果現在問港股 是不是會被爆打 港股 你要再問港股 港股 港股有動嗎 沒有 這幾天沒什麼動對不對 那你還要問對不對 拿出來 好回去 我們的規矩就這麼樣 我如果看錯 你就打我 你這種問題 各位觀眾 你就去看港股 我們對岸的觀眾 或是香港的朋友 大馬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港股這幾天不就橫在那嗎 橫在我說的區間 那我就不需要再解了嗎 你有興趣看的 就看我們禮拜二的直播 好不好 我們就 實際的問題 我們就直接來看下一個 你的不免俗 對不免俗 所以今天就不講港股了 因為就是這樣 你等有動態 我們再來跟大家做個update 陸股的不免俗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陸股 上陣指數 先看上陣指數 這個兩個低點 我們禮拜二有講 前部的低點碰到 所以短期就看這個低點支撐 如果還可以守住 就反彈 可是反彈你要看哪 除了要站回越軍線 形成山陽開胎 還有一個更大重點 就哪裡 你必須要把這個兩個高點的區間高點給他 怎樣 突破嘛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請問突破了沒有 還沒 越軍線站上了沒有 還沒有 所以你就耐心等待了 那當然他已經站上五日跟十日軍線了 我們說站上短期軍線就是 短線比較OK一點了 所以什麼時候再度轉弱 就是把五日跟十日跌破 那就小心他就會再次測這個下緣 然後甚至會再廣播 你聽得懂意思 所以短線幾短線 看五日跟十日這兩條軍線 撥斷角度 請站回越軍線之後 然後再突破這個高點 才會結束這個整理 那到時候這個整理一結束 等幅測去 我們把這個這樣子的一個重點 然後移到上面去 所以是會過高的 這樣OK嗎 從上陣來看 那再來看一下中國A5指數的部分 也是一樣 做一個區間整理 這個是禮拜二教學 禮拜二也說過就是前提的部分 他三條軍線都在這裡 站上了沒有 還沒有 就算站上三條軍線 也要突破這個區間的高點 區間兩個高點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可以跨個線 所以也還在區間整理 區間整理如果可以突破 是不是這個等幅測運一上來 那當然也是可以突破 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所以多方姿勢 現在還在整理 你可以等待 近待觀察 站上三條軍線之後 看看能不能挑戰這個區間的上緣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今天為什麼會收 掌上去之後會收了一個上陰線 這邊順便做個教學 如果你看的比較細一點 因為在大的範圍是區間 細一點 觀眾你眼尖的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一個高點 這邊上陰線的高點 這邊可不可以上做第二個高點 兩個高點可以連成一條什麼 下降壓力線 所以把它連起來 這邊高點到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剛好就怎樣 打到這個下降壓力線了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當作下降壓力線 這樣觀察 那因為這一條 黃色這一條叫什麼 20日均線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位置差不多 所以 這個A50指數的部分 中國A50指數 如果能夠一根長紅 來這邊 突破這個下降壓力線 那 越均線是不是也在這 等於兩條線都突破了嘛 那其實就是一個短線 翻多的一個訊號 這樣聽清楚 目前還沒出現 所以你可以耐心等待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直播 最開心的是怎樣 你知道嗎 就是又要放假了 其實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們都很累 為什麼 你知道老王都很累 因為我們是分析師 我們是投顧分析師 其實老王會盡到投顧 就是對自己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證明我們的教學與用 我們帶給會員呢 怎樣 不只教學他 我們還給他魚 然後希望他能夠在這些魚當中賺到錢 這個才是我所希望的事情 那是用考驗 我們這種投顧分析師 每天在跟行情拼命 你聽懂這意思嗎 小編 我每天在接受行情的考驗 我們不是怎樣 我們不是 這個純粹教學 然後還是純粹就是賣書 賣課程 那個都沒辦法經過市場的考驗 市場考驗 所以我認為其實投顧分析師蠻偉大的 因為每天要面對行情 行情的變化很大 你每天要背負著看對看錯 看對看錯 看對看錯 對不對 所以我們壓力很大的情況下 我最期待 就是六日 又要放假了 好不好 好好休息 說真的需要休息 我有請大家好好休息 所以六日兩天 大家好好休息一下 洗滴自己身心 我們下禮拜再來跟台補搏鬥 你講好不好 好 好啦 謝謝大家 不免俗 我要講不免俗 記得影片要按讚 按讚 按讚 比一下大家金手指的速度 按讚 然後還要訂閱 推薦你的朋友 來一起訂閱老王的頻道 我們要衝4萬訂閱囉 謝謝大家收看週末重播 記得多看幾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